先将机器的位置摆放好 机柜一般放在机器的左侧 吸尘器和真空泵一般放在右侧 放在左侧也可以,看工厂当地的需要 给真空泵加水时,加到此处阀门流水为止 下边这个阀门是放水所用 加工室把这个阀门推到打开状态 真空泵的连接,将真空泵灌满水后放在机器的右侧 然后将电源接上输入是380V,三箱电 然后将真空管和真空泵连接在一起 退用关卡卡紧 将加工的材料放在台面上 并将相应的阀门打开 然后打开真空泵 试一下吸力如何 正确的,真空泵的转向是4处为出口 应该是往上冒气 然后试一下板材的吸力如何 很好,吸力很好 将弯管固定在弯管支架上 将吸尘器安装好后 接入输入键,三箱380V 然后将吸尘管装到吸尘口上 并卡紧 将吸尘管固定在弯管上 并与吸尘罩相连 吸尘器通电适运行 并试一下吸力如何 动力很大,吸力很好 将位置摆放好后 先将机柜的垫接上 机柜的后方有输入插排 2STN输入的是三箱四线的380V 2ST接的是三根火线 N接的是零线 这是输入段 将机器和机柜之间的航插连接在一起 标识一一对应 并拧紧 标识一一对应 将维红控制卡安装在电脑的PCR槽内 用数据线把维红控制卡和机柜连接在一起 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在控制柜定的转接板上 软件安装好后 打开机器电源 机柜充电 然后点击X 加或X- 外加 外减 机器对应的方向会移动 加工之前 先回机械源点 点击 操作 回机械源点 点击全部轴 或者是单独点Z轴 X-Y轴 此时机器回机械源点 触碰到限位之后 相应的轴会停止 相应的轴会停止 按方向键 按方向键将刀头移动到材料的左下角 这种刀尖定在材料的表面 并将X-Y轴的各标志清零 垃圾 这原点就加工 两点定好了 就可以直接加工了 开始加工时将吸尘器打开 真空空也打开 按一下软件的开始按钮 机器开始加工 机器开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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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可以关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